这个女孩天生就有阴阳眼,她在操场上看书,身后一个老头正死死地盯着她,女孩低下头,从包里拿出一个十字架,再次看剧时,老人已经消失,女孩名叫小麦,她的能力遗传自母亲阿花,小善和阿花是对驱魔夫妇,这天,他们收到求助,找到了一个名叫安娜贝尔的灵异玩偶,两人要将她带回自己的储藏室封印起来,在往回赶的途中,车子开到半路突然熄火了,小善拿起手电,下车查看,阿花定睛一看,竟然来到了一个公墓。 这让她感觉到有些不安,等她转过头,一个劈头散发的女人出现在她身后,阿花瞪大眼睛,向后看去,身后却只有孤零零的一个玩偶,等她再次看向目的时,发现里面出现了很多灵体,下一秒,他们全部出现在小帅身后,猛然出手,将小帅推到马路中央,一辆货车笔直驶来,小帅飞速爬行,滚了下去,还好她反应快,阿花知道,这是那个玩偶搞的鬼,得尽快封印她,两人连夜赶回家后, 立马找来神父,对玩偶举行驱魔仪式,几人在胸前比了一个十字架,随后,用从教堂取来的柜子,将她锁在里边,恶魔得以压制,一年后,他们的女儿小麦,在看书过程中,总感觉背后有人在盯着她,转过头,是一个孤狗老人,这让她心里发怵,从包里拿出一个十字架,放在桌子上,老人随即消失, 但是,等到保姆金发妹来接她时,老人再次出现,默默地盯着她,两人回到家里,准备做小麦的生日蛋糕,此时,门外咚咚咚的敲门声响起,金发妹前去开门,打开一看却什么人也没有,这时,她的闺蜜莉莉从后门出现,还说自己从后门进来了,这完全不把自己当人啊,莉莉一进屋就都摸西碰,并询问小麦有没有什么比较恐怖的物件, 小麦则说,自己父母将所有的物件都锁在地下室内,那个地方是绝对不允许进去的,莉莉心思一转,从包里拿出一双轮滑鞋,作为她的生日礼物,小麦很快便提出要去马路上试完,金发妹则跟去照看,并且再次叮嘱,不要随便出风屋内的物品,莉莉满口答应,但两人前脚刚走,莉莉就开始寻找地下室的钥匙,她来到房间里翻箱倒柜,然后,在一个相框的背后,找到了那串钥匙,她打开上锁的地下室,走了进去, 所以说,每部恐怖片里,总有一个喜欢做死的角色,她来到这个封印着灵异物品的地下室,里边的物品十分新奇,充满了诡异,她几乎将所有物品摸了个遍,随后,在一架钢琴前,拿出了一张照片,原来,她是想见自己已故的父亲一面,但是,逛了一圈,发现并没有什么现象后,就准备离开,突然,身后传来一场响动,回头一看,被关起来的玩偶,竟然倒在了玻璃前,她走上前去,玻璃上明确写着,坚决不要打开, 可能是对父亲的思念战胜了恐惧,她拿出钥匙,打开了玻璃门,将环王拿在手上,这时,客厅传来警报声,莉莉急匆匆地关上柜子,转身快步离去,而由于走得太过匆忙,她并没有上锁,安达贝尔倒向玻璃,柜门被撞开,恶魔重现天日,客厅里的面包被烤糊,烟雾弥漫了整个房间,金发妹进到屋内,拿出烤糊的蛋糕,做了亏心事的莉莉, 立马离开事故现场,蛋糕是吃不成了,金发妹在家订了一个披萨,可等她刚放下电话,门外就传来敲门声,现在效率都这么高了,她打开门,等再次转头时,女孩却消失不见,金发妹满脸疑惑地关上门,回到家的小麦听到二楼,好像有什么动静,她小心地走上楼查看, 来到一个房门前,她看到里边凳子上,坐着一个玩偶,等她推门进去时,发现玩偶不知所踪,只在地上留下一张纸条,突然,房间传来震动,十字架掉落下来,一个身穿婚纱的阿飘,绕房而走,画框一个个掉落,镜子里出现她的身影,阿飘来到隔壁房里,随后,快步向前走来,小麦连忙捡起一个掉落的十字架,对转阿飘,在楼下的金发姐,听到动静后,迅速走上楼,发现小麦卷缩在角落, 手上拿着十字架,嘴里念着驱魔咒,经过金发妹的安抚,小麦心里才稍稍好受一些,可是,此时的莉莉还在不断作死,她又闯进了小麦父母的房间,开始翻起档案,拿起一张调质照片,询问小麦这个是做什么用的,小麦回答说,这可以联系到过世的亲人,听到这里,莉莉眼睛都亮了,等到夜晚,她趁两人休息后,独自前往地下室,但是,张走下楼,房门就自己打开,莉莉走了进去,来到房内, 看到原本在柜子里的玩偶现在消失了,她没有多想,走到一个盒子前,将其打开,里边正是那个吊坠,她毫不犹豫打开盖子,拿出父亲的照片,放进吊坠里,并将它戴在手上,只希望父亲能够出现在她面前,突然,一旁的椅子猛然移动,发出枝压的摇曳声,房门被一股怪力关闭,屋内深处传来一阵钢琴声, 莉莉又惊又喜,她犹豫了一会儿,还是往前面走去,来到钢琴前,她环顾四周,没有人影,莉莉弹紧了父亲教她的曲子,这时,一只鱼子的手臂伸出来给她伴奏,莉莉看向镜子,正是她日思夜想的父亲,但等她回头时,却变成了一个满脸鲜血的怪物,莉莉夺命而逃,拼命拉门,却怎么也打不开,突然,灯光熄灭,屋内陷入了一片黑暗,莉莉摸黑前进, 她来到唯一亮光的电视机前,里边播放的画面,竟然是她自己,莉莉慢慢走上前,这时,在电视机画面里,柜子上的东西掉落下来,随后,莉莉身后的物品,立马掉下柜子,她害怕的躲去角落,而另一边,金发妹起来上厕所,听到屋内有什么响动,她随着声音来到了小麦父母的房间,里边的录音机自动开始播放,金发妹走上前关闭录音,随后,灯光瞬间熄灭,她急忙拿起手键往前走去, 这时,一只怪人出现在她身后,狭长的走廊里,仿佛手里的微弱亮光,也要被无尽的黑暗所吞噬,来到楼梯前,一颗硬币从上方滚落,她疑惑地捡起硬币,继续向楼上走去,又一颗硬币滚落出来,金发妹朝着硬币的方向走去,抬头发现,黑暗处,有一队亮着蓝光的双眼,金发妹身体不自觉地发抖,呼吸逐渐急促,她低头捡起硬币,猛然,一个哭狗老人从黑暗中窜出,金发妹被吓得夺命狂奔, 她刚跑出去,就被一股怪力给绊倒在地,随后,怪力将她笔直拖向廊道,慌乱中,金发妹捡起手电,灯光照去,怪物消失,她仓促地跑到小麦的房间,可是无论她怎么敲打,里面却是一点声音也听不到,这时,小麦的身体被一股莫名的力量猛然向后拖转,房间里四下无人,她的被子突然鼓起,变成一个人形,小麦掀开被子,里面是那个玩偶,小麦惊慌地丢掉被子,此时,墙上出现了一个小女孩的影子, 只看她变幻无常,成了一只恶魔,小麦吓坏了,赶紧跑出房间,金发妹带着小麦冲到了地下室,发现莉莉也在这里,他们气愤地问她做了什么,莉莉说都是因为她开车不小心,才造成父亲出了意外,自己只是想要道个歉,于是,她打开了那个装玩偶的柜子,就在她解释时,屋内所有物品,开始不受控制的响动, 竟然连忙逃出地下室,关上门,金发妹的突发哮喘,小麦去屋外车上拿药,莉莉追上前去,却发现身后有一个人影,等她回过头,一把钢刀直接插向莉莉的肚子,倒地后,钢刀消失不见,阿彪出现在她面前,掐住她的脖子,将她附身,等小麦把药拿来给金发妹时,他们这才发现莉莉不见了,但是,现在管不了那么多, 只要找到安娜贝尔,就能解决这一切,他们来到小麦父母的房间里,发现安娜贝尔端坐在一个柜子内,金发妹提起灯笼走了进去,里面变成了狭长的走廊,来到最深处,安娜贝尔在一个女尸体的怀中,金发妹靠近时,手中的灯笼突然熄灭,她奋力撕扯,黑暗中,只看到安娜贝尔被抛出门外,同时伴随着两句话,快跑,小麦一转头,发现莉莉手持钢刀出现在身后,她一步步向小麦逼近,就在这时,金发妹冲了出来 两人扭打在一起,小麦见状,鬼指神拆般的打开放映机,里面正好是父亲驱魔时的片段,莉莉表情瞬间痛苦,毕竟在当场无法动弹,两人趁机赶紧跑到地下室,他们将玩偶放到柜子里,可是怎么也关不上门,此时,众鬼现身,小麦拿出十字架,念上咒语,莉莉在这个时候也赶了过来,他们合力,将柜子封闭,小麦现在感受不到恶魔的气息,邪恶已被压制,故事到此结束 最后,让我们来缅怀一下,真正的驱魔一家